今次要講一個問題,叫做阿士堡加症 英文叫做Azburger 曾經有一段時間當作一個病 但現在不算是一個病,是一個行為 什麼叫做阿士堡加呢? 就是一個人比較眼鏡 舉個例,例如現在有個小朋友叫做小明 他每一天四點鐘放學 媽媽接他放學 他們家在學校四條街 隔了四條街,接了放學後便可以走路回家 路上有一間麵包店 麵包店每天四點鐘有新鮮出爐的蛋撻 媽媽便會買一個蛋撻給小明 每天都是這樣 一天因為貨物活動遲了15分鐘 15分鐘接了小明放學後便走到麵包店 哎呀,蛋撻賣光了 小明便很不開心 麵包店老闆見到小明很乖 小小便便送一個雞批給他 其實雞批比蛋撻貴 媽媽便跟小明說 快點謝謝叔叔 不說 死都不說 我明明有個蛋撻 現在沒有,便很不開心 要雞批,我也沒有說要雞批 是你說要給我 所以我一樣都不開心 那麵包店 這個就是,有一樣東西執著 即是說,我就是要一個蛋撻 那麵包店 那麵包店現在呢 鏡頭轉到小明的姐姐小麗了 那麵包店 那麵包店就 剛剛就開始月經 那麵包店 突然之間 她的脾氣就 本來有一個好像一個 一個小女兒 現在成熟了很多 那麵包店 就開始懂得照顧弟弟 開始懂得很生性 那麵包店 那樣東西都是先想一下別人 那麵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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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的原因就是這樣 就是因爲 那麵包店 少了一種物質 那麵包店 那麵包店 是鍛氣素 那麵包店 是可以令到個人 有這個合群的 那 mentions 那麵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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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生性合群 小麗的弟弟小明 就是因為少了刺激素 不是說有刺激素就一定是女製 但她就缺乏了刺激素 如果有健康食品 可以增加多些酵素 就可以將她身體的紅激素 就算成刺激素 健康食品就叫做 大豆二黃酮 叫做Janus Dean 所以有件事很奇怪 很有趣 我們都知道 日本人是禮貌看得很重要 一件事都打工作浴 原來日本人可以喝很多麵士湯 麵士湯是發酵的黃豆 然後便會有大豆二黃酮 所以如果你是做老闆 你想公司和母一片 麻煩你免費供應麵士湯給員工 不太多錢 但大家會和諧合作得很好 家裡都可以很容易麵士湯 一盒麵士 一個匙巾的麵士 用熱水混一混 你真的想不到有什麼湯 麵士湯 再精彩些就切些豆腐 就像很漂亮的麵士湯 但這是一個保健